OK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第三课 那么离式转平行 紧接着上一课我们说 我们做离式旋转的时候 离式要转腿 离式转弯要转腿 那么实际上呢 平行的话呢 从离式过渡的话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同样一个动作 我需要旋转腿 把另外一只脚的脚跟 抬起来收进去 旋转腿 把另外一只脚的脚跟 抬起来收进去 那么半离式就出现了 只要你旋转腿 把上面这只脚收进来 提一点点脚跟收进来 就可以了 最基本的平行就完成了 那么你这一步会了之后呢 你下一个动作 正确的动作应该是点正 那么你看啊 我旋转脚之后呢 我从一个弯 我从一个弯转转转 转到这里之后 抬脚跟收回来 那么我想进入 下一个弯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点正 那么你就需要把腿打开 转入下一个弯 而如果我有了点正的话呢 我实际上点一下之后 换成这个动作 你就说我的重心是 从原来的下山脚 变成新的下山脚 点正这个动作呢 我会专门再出一期 去给大家讲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正确的动作呢 应该是我现在在滑 那么点正 转脚 点正 这是正确的动作 好 那么在我们 我们现在滑到这个阶段呢 可以说先不去点正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 让你的腿更平行 那么首先看第一种 OK 那么在没有学点账的情况下呢 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我转入下一个弯的时候 不需要把腿打开 那就是加一点侧滑 那么侧滑这个东西呢 其实并不难 你看 大家在第一课的时候 还是第二课 大家在第一课或者第二课 我们讲了怎么爬坡 应该第二课 我们讲了怎么爬坡 那么 我两个膝盖朝坡上倒一点 对吧 然后我一步一步往上爬 这个大家已经会了 好 那么现在同样一个道理 我现在只需要把两个膝盖 从坡上 从冲坡上转入冲坡下 我把两个膝盖朝坡下倒一点 就会开始侧滑 OK 那么你现在感觉一下侧滑 当然我的重心还是要在山下这只脚上 那么我现在侧滑 好 你掌握了侧滑之后呢 我现在只需要在侧滑的基础之上 加一点 把板头冲下 好 侧滑的基础之上 那么我现在开始侧滑 板头冲下 转弯 这边也是一样 侧滑 板头冲下 转弯 OK 你会发现我不需要把腿打开了 那么给大家讲几点 就是很多人滑了很久 然后滑了很久离世之后 一直都出不来平行 有几个原因 那么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你看 我在滑离世的时候 我的小腿是压住鞋子的 是压住鞋舌的 而且是两只腿压住 如果你有的时候只压住一只腿 另外一只腿是直的 那你是转不出平行来的 你比如说 我如果是压住的情况 两只腿都压住 我转过来 我重心在外 自然就会变成平行 但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你腿是没有压住的 那么我只压住一边 另一边是直的 这个平行不了 它卡住你了 OK吧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让你的关节 先松一松 压住鞋子 那么还有的人呢 在转的时候呢 重心没有办法压到外边来 那么它 最明显的是 你的外腿会是直的 那么我在转的时候 你看看 如果我的腿是直的 转过来之后 是这样子的 你整个的腿是撑出来的 因为你看 你的下面这只腿 已经不再压鞋子 它变成蹬住了 这个时候 当我的腿是直的时候 那么我的腿 我已经没有旋转的力量 它只是在蹬着 我旋转不动了 而且当我的板子 离我很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变成了一条热 而如果我的身体 离我的鞋子近一点 你看我这里需要压就行了 我整个腿 从直的腿变成 压在这里 就可以动我的板子了 这个时候 我可以继续有旋转的力量了 那么 这些两点 很多人可能会卡在这里 你变不成平行的原因 那么你再看 我需要这两个腿都压转旋转 动心在外边 很顺就能跟过来 好吧 其实 你做好了离世的话 很容易就能出现平行 那么大部分人初步线平行 都是因为离世没有学好 离世你的动作有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 回去看第二课 我离世的动作 应该是压住鞋子 对吧 旋转 对吧 压住鞋子旋转的力量 而尽量不会是一个对抗 你看我现在正在对抗的力量 对吧 我们需要 我们这个对抗的力量 你滑久了会伤到膝盖 是什么让我控制住速度的呢 实际上 如果你看 你现在观察一下我的雪板的话 你观察一下我的雪板 我现在可以用一只板去滑雪 然后让自己停下来 你看 我现在用一只板子滑雪 那么一只板子在雪上 然后转弯 转转转转转转 你会发现 我现在慢下来了 我现在停住了 那么 我其实只是在旋转板子 我只是用外板去旋转就好了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停下来 我就可以控制住速度 所以我们在滑离世的时候 那要注意的是 我要外板平衡 外板平衡好 那么旋转我的外板就可以了 那么 我需要的只是 外板平衡好 压住雪板 力量传导到雪板上 旋转它就可以了 把这个动作练好 你的很多的平行上的问题 就都会解决 总结一下 很多人平行没有滑好 或者说平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包括什么越滑越快了 包括说这个弯不稳了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离世没有学好 你离世的动作练好了之后 你的平行会自然出来 你平行没有滑好的时候 你回来练练离世的话 它对于你平行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如果你看一下的话 这个动作是离世的动作 那么我在旋转板子 我在旋转板子 我去建立外板的平衡 去建立外板的旋转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动作 我只需要把内腿收回来 这个时候你观察我的话 你观察我的身体的话 你看 这是平行 对吧 这是平行 旋转旋转旋转 我只需要把内腿收下来 你会发现实际上 我现在有上下分离了 对吧 我往下压一点 连反攻都有了 OK 那么实际上呢 我滑平行的时候 只不过容错更高了 就是当你重心不好的时候 你中心往内压的时候 你并不会摔倒 你平行的时候 你重心往内压 可能就倒下去了 那么它实际上可以让你 去更关注于建立外板平衡 让你去建立外板的旋转 让你去慢慢地去调整重心 让你给你这个时间 给你这样的容错 因为这个板子 待在这里了 但是你滑得越来越好之后呢 你会发现 当我开始去建立外板平衡的时候 建立好了之后 这个板子自然 我把板转大一点 它自然就收进来了 是吧 当我开始去旋转板的时候 它自然就能够收进来了 因为我重心已经压好了 我只要在旋转板子 它自然就可以平行 平行上面出现了一些 进级的困难的话 去看第二课 或者可以去看一下 我当年在大白的教学 都是讲关于这个 关于离世的 把离世学好 实际上平行的很多问题 就都没有了 往后的视频呢 我们会陆续地推出一些 更深度的平行滑雪 包括了刻滑 小回转 以及蘑菇上面的这个滑行 然后呢 以及更高阶的终极平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